銅鑼灣世貿中心發生三級火 最少三個人吸入濃煙不舒服 其中一個六十多歲女人半昏迷送丸 有人要戴上氧氣罩用擔架送丸 商場冒出濃煙 五樓平台有一派市民被困 消防隔起雲梯夾援 分拔將它們救到地面 另外十三樓一間韓國餐廳 亦有二十多人在入面等候救援 警方中五十二點半左右接報 說銅鑼灣世貿中心鵬架起火 大約半小時後 火警升為三級 司法共出動兩條喉及兩隊煙霧隊